哈囉大家好,我是笨鳥,歡迎回到Lord of the Befallen 這一集我們要去 我們打完了 The Lost Brothers 然後現在要去 要往上走,要去找Antennas 現在我在探這裡有沒有新的東西出現 不過好像沒有的樣子 所以 先去找鐵匠 去找鐵匠啊 然後我來解開剛才拿到的那個 拿到的BIG ROOM 拿到了FIRE ROOM FIRE ROOM 然後這裡我要把那個 我的裝甲換成 Team Assassin 這個好像是 目前 也拿到最強的新甲 這樣 更強的要在第二輪才拿得到 然後現在我應該在念那個英文字 不過 現在螢幕有點小看不清楚 所以 就只能這樣 然後幫每一個Demon Assassin 大型的Yosaki的裝甲 都裝上那個 HIGHER POWER ROOM 增加 14的防禦力 然後 在這個Harmony盾上面 裝上了三個 那個HIGHER POWER ROOM 增加了 一些 那個 POIS 不過不確定POIS 有什麼用就是了 在盾牌上沒有什麼用 我不知道 然後穿上了全新的Demon Assassin 看起來還算好看的樣子 看起來還算好看的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 往 全總 在看有什麼武器還需要裝那個 ROOM的 所以發現那個H好像 還不錯 所以又跑回去裝了ROOM 在上面裝了HIGHER LOCK ROOM 他的攻擊力變成196 接著呢我們慢慢往上走 這邊現在開始佈滿了人類 就是人類 人型的敵人 人類敵人這樣 因為 等一下會拿到一個 會拿到一個雲音檔 他 他告訴我們說 那個 Antennas 認為 我已經死了 或者是我背叛了他們 這樣子 然後我們拿到了 Skullscrapper 就是 應該是最強的匕首 那個 英文的大義 我記得是 就是 Roga 一直試著要從人類手上搶回這把武器 然後但是 不是搶回 搶走這把武器 但是似乎一直沒有成功 然後 雖然這把武器很新 但是又很強大的攻擊力 所以又跑回來 裝了那個 HIGHER LOCK ROOM 他的傷害變成170還算 好嗎 我 其實很少用匕首 所以 也說 應該說不太會用吧 然後 前面這個大盾怪 就 不是大盾怪 這個拿斧頭的就 蠻好打的 他的動作很慢 就只要 看好時機攻擊就好了 然後前方有一個 這個魚鷹檔 這個魚鷹檔 簡單的來說 他是在說 我們打敗的Lost Brothers 是 曾經是兩個 那個僧人 就是兩個僧侶 然後他們因為喝下了那個 煉金 就是 喝下了藥水 然後 變成那兩隻怪獸這樣子 這裡有兩隻敵人 然後這種拿雙刀的 敵人很麻煩 他們很命結 然後 攻擊力 輸出又可以很高這樣子 不好意思 咳嗽了 好 然後 順利解決了之後 就下去面對那隻比較簡單的 大斧怪 這邊非常小心 意義是因為怕有 更多的敵人在這裡 然後 這些人類敵人都非常強大 所以 很容易死掉 所以小心為妙這樣 這裡他似乎卡住了 所以就趁這個機會 就背刺他了 這邊就是通往那個另外一個出口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往回走 我以為那是一個隱藏牆壁 因為他看起來好像可以破壞的樣子 不過 他應該不是啦 對 往上走 看到一個弓箭手 弓箭手是一個算麻煩的一個 一種敵人 他的 攻擊 的 招式很麻煩的樣子 這邊有一個Portal 打敗Lost Broadless 之後會打開的Portal 然後他的形式是Arena 就是競技場的形式這樣子 所以我們紀錄一下 然後就準備開始這場戰鬥了 這裡好像沒有鐵匠的Anvil 所以 所以就這樣子 一開始我在等敵人 原來是 原來是蜘蛛 就直接從上面掉下來 就已經到現在了 所以蜘蛛已經不算一個很強大的敵人了 所以就還算輕鬆的解決 解決 解決第一個 然後 然後 開始第二輪 然後接下來的聲音又不見了 真是 非常不好意思 所以 我要試整奪力講很多話了 聲音不見的原因 大概就是因為背景 不知道突然執行了什麼程式 然後 所以他就不見了 然後這個雙刀的敵人 他突然消失 的時候 代表他用了一個法術 叫做Shift 他那個 他那個 就是他消失之後 進入了 進入了另外一個 次元 然後 可以 繞到你背後 又 造成大量的傷害 這裡又不知道為什麼很lag 不好意思 然後 兩隻法師 跑得不快 哈哈 有一隻大捕怪 這裡不知道是bug 還是什麼 就是 我應該有parry到他 可是他就 變成這樣奇怪的動畫 又來一次了 不過他們的攻擊率確實很高 就是 被打就會扣很多血 然後 大捕怪 算是最容易 就是parry的一種敵人吧 所以 如果你是敏捷系的角色 你只要用parry的話 就很容易打敗他們 然後呢 就 打敗所有的敵人 可以領取獎勵了 打開了之後呢 裡面有 打開了之後呢 裡面有 stair hammer 跟那個 lord 套裝 這把錘子其實看起來蠻帥的 然後 他的傷害也不錯 一百一的物理跟一百一的法術攻擊 所以 作為 faith 嗯 信 信仰 角色應該還不錯的樣子 然後英文 就 字有點小看不清楚不好意思 然後 lord裝備就是講這樣子 他好像是 我不確定是不是最好的裝甲 他 可能是中甲裡面最好的吧 因為我 對中甲不是那麼有研究 所以 然後這邊大概示範一下那個 也不是示範 大概嘗試一下這個stair的 攻擊 因為我以為他看起來很特別 有特別的那個 攻擊 但是好像跟錘子一樣而已 不會發射出什麼東西 然後這邊不知道有在lag什麼 可能電腦有點 不知道可能因為 開太久了嗎 所以我 我之後會重新開機 最後應該有重新開機吧 我忘記了 這個each就跟那個needles一樣 他跟攻擊模組一樣 所以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他講的還蠻特別的 然後我們換回原本的那個 eachaluk 沒有換 好沒有 我們沒有換回原本的eachaluk 或者eachaluk 或eacha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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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haluk elleachaluk 然後回來之後呢 然後回來之後呢 這些怪都重生了 然後這個武器目前來說,感覺 可能用習慣了比較長的武器,所以有點不習慣 用不慣了 然後他用來備次,就是他的 這種Fist weapon,主要應該用來就是 Critical Hit,像是貝斯或者是Perry的攻擊 然後我換上Peacemaker,想試試看他的傷害如何 然後這裡被偷襲 拿大劍的人也很強,他們的連續攻擊能力也很強 然後結果看起來好像還好的樣子,就是 我不確定這樣攻擊真的還好耶 然後他們其實也算好Perry的敵人 所以只要看準時機Perry就好了 他們的攻擊速度也算慢,所以 仔細觀察應該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不過我之後好像死在他們其中一個人手上 所以也不能說沒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這裡有一隻 我們走到那個衝往Beaston 就是 The Hero Square的門口 這樣子 不好意思 喉嚨怪怪 然後先解決掉上面的弓箭手 下面有三隻怪 我們用那個Gunlet 一隻一隻引上 一隻一隻引上來 對打 因為一次打三隻一定會死掉 人類太強了 就其實很奇怪,不知道為什麼 人類打起來比那個 怪還要難打 如果他們那麼強,幹嘛不自己去打Lord呢 還要派我去 然後 大補的就很簡單,一次解決掉了 然後現在來的這隻是 拿 大劍的 沒有Perry成功 他會踢人還蠻麻煩的 他一踢就 整條那個Stamina幾乎就不見 那個整條Energy幾乎就不見了 然後 然後 這邊等一下會死掉 先鋸到 然後就死掉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快速的回到剛才的地方了 這邊就加速 然後 然後 還是Perry最有效的樣子 弓箭手他也是蠻難纏的 就是很靈活 然後也有那個 可以中斷你攻擊的 的招式也蠻討厭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再來打一次剛才那些怪 嗯 不好意思,一直咳嗽 我喝個水 好,我回來了 然後不好意思 然後 聲音控這麼久了 然後現在就是遇到 最簡單的大普怪 再來就是剛才殺死我的那個大劍怪 大劍怪 然後 然後 就小心的處理 小心的處理 小心 最後就硬上了 有點糟糕 拿到了Seller Key Seller Key This Smoky has an barrel engraved This Smoky has an barrel engraved barrel engraved barrel engraved 好像是有 一個圓筒的意思嗎 就是有 有一個圓筒的形狀 應該是這樣吧 我不確定 然後輕鬆解決掉大普怪之後呢 我們去Seller 有一個 然後有一個 語音檔 你有看到嗎 那是語音檔嗎 還是 火而已 我不確定是語音檔還是火 應該是火吧 喔,然後這邊又被偷襲 大劍怪果然很大劍 哈哈 一直沒有parry人工 然後被打了很多下 後來就決定硬上了 然後呢 先來看一下還有沒有人要埋伏我 看起來是沒有 所以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 這裡是拿到那個caccoon的地方 他丟的那個好像是 類似閃光彈 類似閃光彈的東西的樣子 然後遇到了雙刀 雙刀怪 有點麻煩 被他消掉很多血 想要parry他 但是他其實非常難parry 你要 你要拆他的攻擊時期 所以 到後來我就是有點亂按parry 這樣子 他以下就消掉我大概3分之2的血吧 非常的厲害 然後最後就硬上了 然後最後就硬上了 所以這把劍其實還算不差吧 就是可以 硬上把連殺掉這樣子 然後呢 往 這裡走 似乎沒有別的敵人了 然後 左邊 有一隻 弓箭手 等一下會看到 再往前一點的話 所以就安安靜命的 上去背刺他了 我覺得大劍背刺的動作還蠻帥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去那個seller 就是有一開始 這一開始有支出的地方 不過我們要先解決掉這兩隻怪 這個搭配還蠻麻煩的 一隻是速度很快輸出高 另外一隻是 輸出很高 然後 又很會 干擾你的動作 竟然沒barry到 有點笨 又被打了 然後 他踢人呢 那招真的是來得很快 所以 很難躲掉 似乎 雖然似乎沒有超人傷害 但是 還是很麻煩 然後順利barry到他了 然後 然後 我似乎在這邊決定要換上那個 Ceremonia Ceremonia Toda Ceremonia 不是Each 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 沒錯 這是Ceremonia 他 他長得還蠻帥的 是一把 蠻好看的武器 蠻好看的武器 就跟他的描述差不多吧 就是 主要用來 遊行跟那個 信典用的 然後 直接被打下來 原本要飛上去攻擊 然後 這邊是The Parry 成功Parry到了 他的Parry的 Repulse的動作 跟那個 大劍一樣 就是 從上 而下的灰砍而已 好像沒有很特別 然後 這邊有一隻 弓箭手 慢慢走上去 然後 背刺他 他的背刺的動作 看起來比較 Brutal 比較 殘忍嗎 殘忍好像也不是 我要說的字 就是 就是比較 不一樣 感覺比較 好像就是殘忍這個字 就是他先把 斧頭卡到你的 身體裡面 再往後拉 這樣子 還蠻痛的感覺 然後 剛才可以看到 Parry一次還 沒有辦法殺死敵人 所以他的 攻擊力還不夠 還沒有那麼高 這樣子 不過 其實也很強的 因為他一次就 幾乎快要把他血打掉 然後 下面有一隻 弓箭 有一隻 有一隻 有一隻怪 我現在 沒有看清楚 等一下看 然後 這裡的配置 有一隻雙刀怪出現 喔 他裏到了 然後 然後 繼續走 下面好像是 大補怪 沒記錯的話 沒錯 其實是大補怪 所以就 Parry就好了 然後就 集中打敗他了 欸沒有 還沒死 現在死 現在死 然後我想進來看看有沒有新的東西 不過沒有 就是原本拿Empty Bottle的地方 再來往上走的一隻 雙刀怪 又成功的Parry到 這是應該是幸運的關係 這是僥倖 不是說幸運 應該說僥倖的關係 然後我決定把武器換回 換成什麼呢 我有點忘記了 看一下 把武器換成什麼呢 換成Each 因為他的那個 Critical的傷害最高 這裡沒有怪 然後下面有 下面好像有一隻怪的樣子 等一下看 這裡的怪也不見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記得那個 前面那個雕像的 左邊有一個語音檔 但是一直沒有看到 好 然後我們前往Cellular 就是那個 有蜘蛛的地方 然後有一個敵人 所以 先把他引上來 然後就被打飛了 哈哈 就一直準備要Parry他 不過沒有成功 然後被消掉一堆血 然後他有使出shift 有點危險 其實我可以用shift 不過 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用 真的有點 就是 肉搏戰太很有趣了 所以就沒有用法術了 又被打飛了 其實肉格還蠻強的 跟他纏鬥蠻久的 然後 又被消掉一堆血 喔 成功Parry到了 然後Parry一次就打敗他了 所以 應該是蠻強的 這裡加速是因為就是怪跟之前都一樣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就先加速 然後我們要找的那扇門 就是之前一直 我以為可以打開的門 然後 就要到了 就是在前面上去之後 右轉 扇門 然後有一隻蜘蛛要等我 然後他卡住 然後他卡住 所以就直接解析掉他了 有一個寶箱 然後裡面有什麼呢 寶箱有 Law Great hammer 大鎚 他是Strength weapon 這個鎚子跟 鎚子的重量跟大小 非常的 折忍這樣子 然後 後面是有點小看不到 不好意思 因為我錄 Post commentary的那個 螢幕真的比較小 然後 沒有玩遊戲 沒有玩的時候的畫面那麼大 然後那個麥克風 就 呃 麥克風的問題我算是有解決了 然後 但是這已經 先 先錄好了 所以 最後不好意思 遇到了雙刀怪 跟他繼續纏鬥 然後 之後硬傷 出現了大劍怪 一樣輕鬆的就解決他 喔沒有 被盾牌攻擊 被盾牌攻擊 輕鬆的 輕鬆的parry 然後 打爆他 好然後 接下來我們去玩 Seller之後 要往上走 走回 往上走對不對 先生 對往上走 然後 然後 哈哈 要去找那個 Antenas 然後這裡有另外一隻敵人 一隻大劍怪 然後 他用出了比較好parry的絕招 所以就打敗他了 然後 繼續往上走 繼續往上走 這裡沒有怪 也沒有新的東西 有新的東西 有一隻怪 有一隻大劍怪 然後被他打飛了 好 我記得那個 衝刺的攻擊 是可以 parry的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parry到 不過最後還是parry到他了 繼續往前走 然後 來 回血一下 他身邊回復那個 Healing Potion Healing Potion 這是Manhole 然後 就 往上走 然後看到Captain 然後進了一段劇情 他說 他 他 他早就知道我會背叛他們 你是個叛徒 啊 早就知道我會背叛他們 然後他說 你是個叛徒 就開始打了這樣 Captain其實跟 大劍怪差不多吧 然後 不小心parry到他 他就死了這樣子 哈哈 所以 就是 他 到了 就是 他就是還是覺得我是個叛徒這樣子 然後 為了劇情 劇情需要 我們必須要殺了他們 嗯 對 殺了他 因為他有一個鑰匙 然後 還有一個語音檔 這個語音檔就告訴我們那個 嗯 因為神還活著 然後Roga還繼續攻擊 他就 Antenas就告訴隊長說 我 Hawking不是死了 就是那個 就是 已經被判了 然後 他說 你知道該怎麼做 就是要殺了我這樣子 這隻士兵就站在那邊 不知道在做什麼 還蠻 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的 拿到一個 Selfand Trance Key 似乎 沒有說明太多這樣子 我覺得 這個遊戲的 鑰匙的說明有點不足 讓你會 可能會找不到那個 你要開的門在哪裡 這些人很害怕 然後他們說的 瘋掉的人應該是 Antenas 然後繼續往前走 有一隻 大 大虎怪 那些害怕的士兵可以 完全忽略 因為他們就是 沒有 無意在戰了 所以 就饒過他們 不然 其實 也不是饒過他們 就是 再打他們 就多一個敵人 就會很麻煩 所以 因為懶惰了 所以就沒有在打 哈哈哈哈 同時打兩隻 仍然蠻麻煩的 所以我一直在試著 要把他們分開 但是好像沒有很成功 然後 就繼續走 繼續纏鬥 然後我這邊試著要放出一個 Prayer 要分散他們注意力 但是被打斷了 最後就硬上了 哈哈 然後就 Parry這個大虎怪 就 就 結束了 拿到了 Plane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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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ss Key 我大概知道那個在哪裡 就在Planetarian 說跟沒有說一樣 反正等一下 我們會走過去看 然後 就會開那個寶箱 這裡 什麼都沒有 多 有多一隻害怕的士兵 然後我們發現Caslow 被殺死了 然後似乎是 死的 死的很慘 這樣 是 就是Antanas最後很高興就是他選擇了我 然後我帶領了他來到了這條路上 他相信我能過這個世界 我這個世界帶回平衡 然後大概是這樣 但這一戰鬥其實還蠻難打的 很小,然後那個鏡頭一直會被東西擋到 所以我拖了來這邊打,其實這邊還蠻危險的 因為不知道後面有沒有敵人 所以 如果有敵人的話我大概就死掉了 然後,不過抓到了Terry的時機 所以他就死了 那個Chest就在那個 下一個房間裡面 突然間想睡覺 我今天明天沒有睡了很久 明天就睡很久 哈哈 然後遇到了大虎怪 就一樣輕鬆的解決他 一樣輕鬆的解決他 輕鬆的解決他 輕鬆的解決他 對,就像這樣子 然後繼續往前走 然後 這裡就沒有怪了吧 然後那個Planetarian Key 就在那個 就是用來開左邊那個箱子 左邊之前有一個我們打不開的箱子 就是他 就是他 打開之後有 God's sword 一把箱 就是 保護Antenas的 守衛用的箱 這樣 這把箱似乎看起來太簡單 似乎太容易上手的樣子 這樣 英文大概是這樣吧 這裡也沒有怪 只有一隻害怕的Rogue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往上走走到記錄點 然後 就記錄 這集就 就大概到 這裡要告一段落了 然後這是倒數第二集 下一集就是最後一集了 不過再去打王 再打最後的王之前 有個很重要的地方要去 這樣子 然後希望大家還喜歡這一集 然後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